他以前就是渣男吸引機啊 就是接菜不接色的 可惜啊 最渣的 很常消失耶 就常常會從72小時起不掉 上天差不多就浮起來了 差不多 差不多 你那邊就去 基隆盒那邊 我是一天的 渣男接菜不接色 丹妮表姐 韓可惜 林輝煌自撲女友用過都說讚 男生我覺得 處女是最可怕的 女生很壯嗎 女生很壯嗎 女生很壯 女生很壯 這節目一輩子要當主持人 絕對不會下海報名 我要看她血流成河 三一戀愛綜藝時靜秀 只想愛上你 丹妮表姐 林輝煌兩位主持人 將帶領新作專家白雲 良性專家張兆志 身助攻六位 來自最難脫單職業的男女 28歲的林輝煌 看到身邊好友陸續結婚 竟然也動了想婚念頭啦 如果只有遇到一個合適的女生 或許我真的會從頭 她超想結婚啊 我說你也太特別了吧 你超想結婚啊 我覺得很想結婚 那你自己的理想 單純外表來講的話 可能就是屬於 可愛型的 個性好 然後孝順 可嫌可甜那一種 如果說拿女藝人來說的話 神力與女超人 也太高了吧 在我面前放屁會大結掉 我不會揭穿 我就會說 寶貝你最近是不是吃得不太健康 好尷尬 香 哇 直男人 我就活該單身 對不起 我先是被傷害 是因為我等一個女生等了 呃 三年多吧 感情這種事情對我來講 像是有點 變得不要那麼去強求 我會有點害怕遠距離 是因為很沒安全感 所以那時候我就是 超級性能感 就是什麼女生接近我說 走開 不要碰我 走開 阿彌陀佛 會不會只是純粹的聖水不足 那是對性不能 我覺得我們年輕的應該是還好啦 性能感跟性不能是對 不一樣哦 哎 那個我記得我女朋友他們都說還嗯 嗯 OK 哦 哦 有標題了 有標題了 所以我下一個女朋友然後說 想結婚的說男生 哦 哦 哦 我已經準備好 你也在那 年輕人終究是年輕人 這個是年輕人 沒見過這麼想結婚的男生 以前是渣男戲劇 可惜啊 直接菜不結色的 可惜啊 最渣的 很常消失耶 就常常會從72小時起跳 後來就覺得這種人真的不行要 那天差不多就浮起來了 差不多 你可以去 基隆河那邊 我是今天那個